今天来看到女艺人萧依婷遭警方查获吸毒 不过意外扯出案外案了 原来这前中国小姐林薇薇 有媒介性交易这样的丑闻吗 今天来看到虽然林薇薇否认了 但是根据周刊的报道呢 根据林薇薇近半年来的通话记录 以及警方的笔录 证实她背后有一个跨国的应召集团 而林薇薇是主要的干部 要负责吸收台湾艺人来下海 她手下最少有40个艺人 来自各大经纪公司 而萧依婷只是其中之一 林薇薇和下海的艺人才单线的联系方式 事前电话通知接客的时间地点 而电话中林薇薇会以通告这样的暗语 作为性交易的暗语 饭局则是只存陪吃饭 性交易的价码6万元起跳 而根据林薇薇还有萧依婷的通话内容 萧依婷刚开始只是陪吃饭 不过后来饭局越来越少 萧依婷又毒瘾发作受不了经济压力 只好开始接客 エーク侍萨 若美 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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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